你有没有想过你在网上消费的内容有多少是由人工智能升层的? 这是ChipSparks的播客,我们唯一的目的是激发你学习人工智能的热情。 我们是你的主持人卡门和阿尔贝托,升层式人工智能工具有能力以非凡的速度和准确性产生内容。 随着如此快速的内容创作,信息可靠性的问题变得更加关键。 在这个信息的海洋中,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。 误导性信息和假新闻正在增加,AI生成的内容助长了这一趋势。 更糟糕的是,一些不可靠的网站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内容。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,请访问我们的网站chipsparks.com AI制作的新闻未经核实。 这种AI生成的错误信息的增加,正在导致对在线信息的信任侵蚀。 在一个AI可以制造令人信服内容的世界里,我们如何相信所见和所读,谎言红利的概念出现。 在其中,欺诈行为者将真实证据视为假,动摇了公众舆论和民主的基础。 在数字时代,谎言红利对真相构成重大威胁。 但如果正是创造这些问题的技术,也能提供解决方案呢? 想象一下,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工具,验证信息,标记潜在的虚假信息。 通过人工智能系统于的。 人类事实核查员合作,我们建立了强大的联盟。 通过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,我们可以打击错误信息,保持信息传播的完整性。 在这场真相之战中,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角色要发挥。 保持信息更新和对我们消费的信息保持批判性眼光是至关重要的。 人工智能生存内容的时代已经来临,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责任,进行事实核查和验证。 虚假信息在漠不关心中蓬勃发展,因此让我们挑战它,质疑它,最重要的是从中学习。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,并加入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商业分析领域的LinkedIn群。 记住,在对抗虚假信息的斗争中,知识是您最好的武器。 保持信息灵通,保持批判。 宝贊带号设备 Type 5、远规御谢谢您。 接下来减讯座。 订阅我们前向龙中提升。